12月28还我母语日 全台共下讲课游行 而花联场在吉安湘举行 一大早下着雨 但老老少少一样不缺席 大家穿着雨衣 举着招牌 大声说客语 而大家一起走到郁金香公园 展开席园 共荣响应全国客家日活动 场面相当热闹 响应1228还我母语日 全台共下讲课游行花联场 在吉安湘举行 早上9点钟 由乡长游淑珍 带领着社区乡亲和学童 和客委会全国同步直播连线 让全国看到吉安湘的游行现况 1218还我客家母语日 在花联县的吉安 同步全国来执行 看到小小孩跟我们的长辈 一大早穿着雨衣 在雨中跟我们行进 找回文化 找回客家的历史脉络 客家人不怕风不怕雨 勤俭打拼的历史文化传承 在今天也息息可见 我们用行动力 用我们的发挥 用我们的换取 所有人找回客家的 一个语文传承的重要性 我们更要深耕在地方 让语言勇敢大声说出来 串联全国客语的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相信在吉安让大家看得见 也让我们未来每一句的语言 说的是自由快乐而精彩 28号早上花莲下了不小的雨 但参加游行的民众一点都不在意 穿着雨衣拿着手牌 大家大声地说客语 一路从吉安乡公所走到了郁金香公园 展开席园共荣 响应全国客家日的主题活动 从国小学童到社区长辈 大家带来精彩表演 还有客语闯关 客家宴语 品尝客家美食等活动 场面热闹又欢欣 借旅会简单相报道 您看在自己的评则 您看多少钱 您看还有您的评则